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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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他的人際關係一學就會 你看他人只有男跟女兩種 中文國人就不是這樣 中国人一个男人 他有年轻的 有年纪大的 他有不同的内涵 你看我们称呼是全世界最复杂的 西方人叫舅舅 跟叫叔叔 叫波波 同样一个字 中文叫错了就不对 你从这里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一切一切都从人际关系开始 只要人际关系搞不好 你有天大的本事 我看都没什么用 中国人厉害就是 他把这么复杂的东西 把它归纳成非常简单的东西 我们一共只提出十条 你就要把这十条弄清楚了 你按了去做 你就不会在这里头 产生太大的矛盾跟冲突 我们的十条 传得很久 传得非常久 而且一次 你就一辈子不会忘记 我觉得中国人厉害就在这里 只要讲一次 你一辈子不会忘记 而且非常容易记 但是他的内涵 变化 多端 非常丰富 第一个叫一表人才 你看我们人际关系 跟你的长相有关系 有关系 有人就靠这个长相 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但是也有人靠这个长相 吃了很大的亏 它是变化的 两套西装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一表人才 是天生本有的 你的头发长成什么样子 你的额头高不高 你的鼻子直不直 你的嘴巴宽不宽 你的下巴厚不厚 他这样一路看下来 你看我们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你要去想 为什么长得不一样 然后再想想 我为什么长成这样子 你把这些东西想通的 你很多观念就会改变 而两套西装呢 是指你 后天附加上去的东西 你戴什么帽子 戴什么眼镜 穿什么衣服 打什么领带 用什么皮带 穿什么皮鞋 这个都是两套西装的范围 所以我们以后 要看中国人东西 千万不要用字面上去解释 我觉得很多人读中国书 我读到最后都没有用 就是因为 他完全从字面上去解释 一表人才就是指一表人才 那两套西装就是 冬天一套西 夏天一套 那是不对的 我们的西装范围很广 包括你穿什么袜子 那都是西装的一部分 这个叫做人际的起点 你人际关系好不好 首先看你的本钱 这叫本钱呢 你是不是一表人才 你是不是很会打扮自己 所谓很会 就是打扮到合复你自己的条件 三杯酒量 三杯酒量 三杯酒量也不完全只讲酒而已 抽烟也算是酒量 喝茶也算是酒量 这个东西是什么 反正吃喝 入自己的肚子里面的东西 都叫三杯酒量 你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他一定有些交往 交往当中 酒 茶 咖啡 各种饮料 包括吃饭 他都要进入肚子里 四圈麻将 这个麻将也范围很广 包括打高呼球都叫麻将 打乒乓球 打棒球 打保龄球 甚至于跳舞 为什么 它是社交活动 这个不会吃入身体里面的一些社交活动 这两个叫什么 叫人际的媒介 我们就是透过这些有形无形的 吃进去没有吃进去的 肯定就要有些往来 有些交往 你才会产生人际关系 你什么都不来 那你人际关系怎么去开展 各位 我一辈子没有打过麻将 所以我对麻将 一点没有什么 感觉都不好的 那种表现 我看到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看到麻将就怕 看到麻将就骂 背地里天天在打 我觉得很奇怪 有什么好骂的 那是个人 怎么去处理他的问题 麻将本身是无罪的 我从小就看人家打麻将 我外婆就很喜欢打 我很多朋友也都打麻将 我到国外也去看过麻将 吃啊 都看过 我不要再骂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一讲到打麻将 就说人家打桥牌好啊 我们打麻将是有罪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有什么不同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五方交由 什么叫五 就是东南西北中 就叫五吗 意思就是说你各方的朋友 你都要去打交道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将来谁会救你 你永远不知道 你认为会救你的 将来可能是害你的 你认为跟你没有关系的 将来你只要死在他手上 你永远搞不清楚 现在最可怕就是 我是学化工的 我只跟学化工人来玩 其他人我不来玩 那你一辈子讲那种话 做那种事 过那种日子 你愿意 那也算了 六处其三是诸葛亮的故事 就是明知道他不可为 也要去做 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都是可行进分析 不可行 算了 我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知道可行不可行 你是神仙 你看我们球打出去 有正打正着 也有歪打正着 怎么没有 你看一球打出去 打到命中 你说哎呀 哎呀就是 根本不会种的 怎么种呢 才会哎呀 不然怎么会哎呀你 你是神仙 你会算什么可行性 因为那是很科学的 那你变成科学迷 科学只能竭尽真理 永远无法到达真理 这西方人已经讲到明主了 我们还不知足 西方人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一种叫做 approaching mind approaching就是 我可以慢慢地竭尽 但是永远达不到真理 五方交由 就是扩大你的范围 不要老跟小圈圈的人 一辈子在那儿搞来搞去 搞到最后自己不长进 你不但要扩大范围 而且要深入地往来 明知道不可能 也要做 人家诸葛亮 瞎子一算就知道 会怎么样的人 他那么傻瓜吗 他只是让后代的人知道说 随便没有科学 随便做得成 该做的就是要做 一个人了不起的是 该做我就做 什么可行进不可行 所以我为什么讲西方人 是讲厉害的 就是算来算去不行 我就不做了 中国人是讲势力的 无力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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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这种人是出头的 这个叫做 人际的交往 一方面范围要扩大 一方面深度要加强 以推动管理者走向成功为举认 客户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 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 然后七处打马 我问你要不要拍马屁 要不要 中国人是没有马屁文化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学者都告诉你 中国人是有马屁文化的 拍马屁才会成功的 绝对错误 那错误为什么就留学七处打马 你看这个数多重要 我那个大学生突问我 老师我将来毕业以后要不要拍马屁啊 我的答案很简单 我说要看你没有本事 你如果有本事拍到好像没有拍一样 你就去拍 如果你一拍人就知道人就拍马屁 那你算了不要拍了 你连拍马屁的功效都没有了 本事都没有 还拍什么 我研究三十年 我可以讲得非常清楚 中国人最讨厌拍马屁的人 但是我们很喜欢享受那种马屁味道 所以有本事的人 他不拍马屁 但是他会制造马屁味道 这个人就厉害 所以叫七处打马 你要有一套方法 可以使跟你来往的人 心里头很喜欢你 高兴 但是不是白马屁 八寇吹牛 拍马屁是对象是别人 吹牛主要是吹自己 你不吹牛 你看你到国外去 所有碰到倒霉事情 回来都说别人 他真倒霉 其实都是你 你吃了亏 回来都说别人是亏 你没有吃亏 你有一点点了不起的地方 回来一定把它扩大 谁不是这样 一个人适当地 朋友朋友别人 适当地吹吹自己 不要吹破了 一吹破你就完了 最容易破的就是这三个字 第一人 你就破了 你马上就破了 你看多少人说 我是什么第一人 很快就破了 你讲你第一人干什么 你讲你第一人干什么 有没有正式比赛 你就第一人 你就第一人 你凭什么 吹捧自己 食可而止 太过分 马上就 就炸掉了 我不晓得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人际的技巧 你用的很合理 他就有帮助 他有什么坏处 他完全没有坏处 然后 九分努力 但是 努力最后不一定会 达到你的愿望 所以要十分忍耐 九分努力 就是不断的精进 而十分的忍耐 四个字 这是人最难做到的 最大的考验 就是人辱负重 这两个东西 叫做人际的修养 现在我们可以从头 数到十 我相信数一遍你都会 没有人不会 只是要小心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内容 我们还要仔细地分析 不要从字面上去了解 从字面去了解会糟糕的 会非常糟糕的 再说一遍 中国人的东西 不能从字面上去了解 很多人就是拿一本书 死背 然后拼命去讲 那没用 那怎么用 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 两套西装 三杯酒量 四圈麻将 五方浇油 六处骑山 七速打马 八口吹牛 九分努力 十分忍耐 成功永远是 忍耐力很够的人 否则 你所有条件都具备了 服役一单 服役一单 听清楚 你基础越好 你表现越好 各方面的打击越重 我觉得中国人是很讲道义的 你没有表现他打击你干什么 他没有必要打击你 他捧你的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怎么那么多人要打击我呢 我说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记住我的话 当一个人 没有人把你当对手的时候 你就完了 我们存在就是 有人把你当对手 你才有价值 所以很多人老觉得说 我怎么老受人家批评呢 人家会批评你 表示你还是有存在的价值 哪一天连批评都不批评呢 就根本没有 不把你当一回事的时候 你不糟糕了 这十个又分成五个 你看十马上变成五了 有人能够把这五个 人际起点 人际媒介 人际交往 人际技巧 人际培养 总结成一个 哪一位 中国人所有的学问 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 各位都很熟悉的 就是一阴一阳之味道 就这句话 他这十个东西 就是整个的道 灰纳就是一阴一阳 你看他每一个都有阴阳 一表人才是指你天生的 两套基砖是你后家的 天生没有眼镜吗 后天戴了眼镜 你看每一个 他都是一队一队的 都是有阴有阳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 一切都是相对的 而西方人都说 一定是这样的 你凭什么说一定是这样 你凭什么说一定 他本来就不一定 什么一定 天底下有一定的吗 我对你好 你一定对我好 不见得吧 他不对你好 为什么 我现在讲一句话 人生所有的苦恼 都是从一定 这个观念来的 你有了一定 你就天天苦恼 今天天气一定好 为什么一定好 下午就下雨不可以 这个人一定可靠 他最后就把你钱拐掉 有什么可靠 今天是去一定成功 最后就是搞得弄 他就是不成功 你又能怎么样 所以老实讲 我研究很久 我感觉中文这种观念 是天下无敌 中文一切都是不一定的 一切都要看着办 但你现在受西方的影响 你觉得不能接受这样 那是你的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